正在法国雷恩进行的法国羽毛球公开赛 昨天决出近八强 国羽有两员男单 三位女单 两对男双和一对女双 两对混双晋级 值得一提的是 在北极公开赛夺冠的女双小将谭宁刘胜书 昨天淘汰师姐樊辰 代表国羽女双赌闯八强 在昨天进行的第二轮比赛中 国羽的胜率较高 外战七胜两负 其中 男单李世凤以17比21 21比11 21比11逆转马来西亚的李子江 时宇齐以2比0击败丹麦的安东森 女单韩月以2比0击败韩国的金家恩 男双刘宇晨 勾选意以21比23 21比12 21比16逆转 韩国新秀罗星生金勇 何继庭任响与21比14 21比8击败印尼的卡尔南多马丁 两尾坑王场以14比21 18比21 不敌丹麦组合 科亚尔色高 女双李怡静罗徐敏 0比2不敌日本组合 智田千阳松山奈卫 混双正司为黄雅琼 和蒋正邦魏雅新 分别以2比0击败日本的金子右术松友梅佐记和印尼的乔丹梅拉蒂 在三场内战中 女单纯与飞2比0击败王指仪 何冰交2比1击败韩月 女双臣清晨 贾伊凡以11比21 21比9 12比21不敌师妹 谭宁刘胜书 此外 印尼男双老将阿珊亨德拉以25比23 19比21 2 1比19显胜新登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度组合 蓝鸡雷迪谢提 这场比赛堪称昨天的一场经典之战 4分之1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下午4点开始 国宇除陈宇飞和韩月再次内战外 其他队员都将经历外战 其中 石与其连续第二战对阵新加坡的洛建右 李诗丰继押运会后 再与印尼的金庭 和冰交将与泰国的李美妙交锋 刘宇陈欧选意遭遇阿珊亨德拉 何继庭任祥宇将与世锦赛冠军 韩国的江敏赫徐承载交手 女双独苗谭宁刘胜书将挑战日本组合 松山奈卫志田千阳 正思维 黄亚琼和蒋镇帮魏亚新将分别对阵韩国和印尼组合 本次法国公开赛虽为超级750赛 但近期许多球员出现伤病 赛前就有不少名将退赛 随着比赛进行 又有不少球员陆续弃赛 比如丹麦名将安赛龙 他在首轮对阵五加朗 首局17比21不敌对手时 连续第二战比赛因伤弃权 上周在丹麦夺冠的马来西亚男双谢定峰苏伟毅 在首轮比赛开始前选择退赛 还有印度女单名将新德胡 以色列男单选手米莎 比利时女单潭连尼 日 本女双公普林奈英本炫子 泰国混双德插波莎西利等 都在比赛中弃权 时至年末一年的征战 让球员们的伤病风险再增